好 人民力量在星期五晚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人士 你不要以為他坐在那裏 就是一般的 好像同族民踩場那樣的主持 今天台長 這個人叫永遠台長 謝謝 謝謝 梁錦祥是我們的嘉賓 是人民力量的嘉賓 那晚上8月 我們人民力量的節目都試了幾個月了 那就是 當初就打算現場直播的 但是覺得現場 星期五晚其實很難找一些好嘉賓 就是恆常地找很難 所以有很多都是錄播 錄播呢 即是沒有現場觀眾的電話 一個半小時就很長時間 所以由8月開始 台長的建議之下 我們就改為一個小時 緊湊一點 緊湊一點 不用大家聽得那麼辛苦 還有一個小時說話 就應該是精簡一點 還有這個 正是台長所說的緊湊一點 入獄一點 入獄一點 一針見 一刀斬下去 刀肉 今天請台長上來 其實過去很多朋友都問 究竟台長是怎樣的 經常聽到聲音又不見人 今天真人上鏡了 大失所望 真人上鏡了 我第一次見你 我有感覺好像陳天華那樣的款 不是 當然不是 陳天華沒有我這麼瘦的 沒有你這麼瘦 但是那個型格 那個髮型 整個型格都像的 是 你這個裝扮 跟你 對陳天華的認識了解 有沒有任何關係呢 沒有 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我想這樣說 如果每一個有稍為有理想的年輕人 其實都會思考這方面的問題 我想大舊都經歷過這個時間 可能你十幾歲的時候 為什麼世界有這麼多不公平的事 為什麼我又這樣 為什麼別人又這樣 其實你想一些問題 再加上譬如有老師 或者有一些長輩的教育的時候 一知道的時候 你自不免會放很多時間去思考這些問題 你思考問題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看以前的歷史人物 以前的人的說法 人很容易就會有這類的思想 你十幾歲已經接觸陳天華的著作 有的 因為當時我們遇到一個比較好的歷史老師 當時我們都很年輕 尤其是因為我讀書的時間比較早 我大概十五六歲左右 我已經完成了中五的課程 有跳班 不用跳 因為早讀書 剛才讀中六的時候 準備大學入學試的時候 因為其中一位老師就相當好 很早就會用一些比較類似大學的課程形式去教 特別是他教的課程就是 中國近代史 由鴉片戰爭一直到新來革命 很少學校教得那麼近 當時是因為所謂的A-level 香港大學有學線 特別是我們當時更加刁鑽的就是用英文去讀這段歷史 很多時候你看完中文之後 你想想怎樣翻譯成英文 怎樣去準備大學入學試 我想可以說那段的教育對我的影響很大 比如說新來革命的歷史之前 那段歷史 保皇黨和革命黨之間那段論戰 我們看得特別深 翔天華就是其中一個角色 那段歷史和今時今日香港這段歷史 有一個parallel的比較 當時討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究竟滿清政府是要透過內部的改革 去令它好些 還是你直接推翻這個制度 這是寫一個相當精彩的論戰 主要的人物就是張戴賢、康尤惠和梁啟超之間 那個不戰 我想甚至今時今日 我們如果看香港問題 我們都不妨去看那段歷史 對這些歷史的了解、認知 或者是有興趣 以及想多些追求不同的答案 以及深入去認識、去認知 跟你搞網台有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看你過去搞網台 哇大哥真的香港沒什麼人選網台多過你的 沒有任何說 以及真的比你早 我就是科技盲 都是動文教我開始用Facebook 開始上網台 我完全不懂這些東西 但是你是早過很多人 關於這個網台的發展 你是很早已經掌握到 網台這個工具、這個平台 是需要發展、需要做 但是又沒有錢賺的 那時候 你什麼促使到你 擺了那麼多精神、時間、精力 在這個網台的發展 這段歷史其實 我想現在很多人都想知道 但是實際上掌握那個 比較詳細的資料的人不是那麼多 我不可以說我真的 好像大家的說法 我真的不搞那麼多 事實上如果你看回現在的網台 我想都數不清 只不過是有些活躍一些 有些沒有活躍的 我只可以說一句 就是我參與的時間是比較早的 有很多不同的project 我是由頭到 即是在day one我影響到 我只可以這麼說 剛才你說的 我想也可以趁今天這個機會 做一個小小的回顧 因為這段歷史 很多人都知道其中一部份 但是你堪了整個picture 整個圖像也不是那麼多 亦都經常說 我想如果說得最早最早 反而很多人都未必記得 就是大概在200年 即公元2000年的時候 你知道香港有個科網古業 那時候很多人都搞網 譬如大阪 阿蕭先生 阿玉敏 當時其實出了一個平台 就叫做Radio Republic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因為很多年前 在立法會有一個是中殿做 即是後來是在自由黨 姓潘 他的兒子就搞了這個平台 潘葛琳 是的 他的兒子就搞了這個平台 當時其實他們都有跟我們做少許聯絡 因為當時我在三五十六多間大阪 我聽到這件事挺有趣的 但是那個平台 其實搞了沒多久之後 就已經是沒有做 但當時的平台是文字多的 不是不是 他畫明的名字叫Radio Republic 都有 他簡直是今天這個概念 就是做很多在網上的 就是你可以用聲音聽到的一些電台節目 但是很可惜 就是當時沒有這個需求 需求是指什麼呢 就是 甚至我們在那個年代 即公元2000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做到類似電視 你放一個Videoclip 就是等於現在我們見到這個 就馬上去看 他只不過一個技術上的限制 就是當時的下載速度比較慢 當時是在用什麼電腦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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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兩個G 當時那些真的慢到 就是很慢 就是我試過那時候是怎樣 就是再做到1998年 1998年 1999年的時候 自我下載完之後就下載了 你想一下 就是當時做這些事情是多麼麻煩 還有當時還是die up 就是你還要打個電話 那麼 那個形式其實已經是可以說 初句 就是已經是一個初形 就是今天我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不相信國安時候的事情有多少 無論是聲音或錄音 但是媒體的傳播就快很多了 是啊 是速度稍慢 還有當時那個社群 電腦網絡的社群 沒有現在那麼廣泛 但是那個是給了一個比較深的印象 就是做到了這件事 但是當時聽的動力不是那麼強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起碼當時大班和玉文都還在電台上 是 我要聽的那些東西我一定會聽到 是 這個是一個 我以後一直會想著一個例子 至於你說到 譬如說 我們對民主的看法 跟我們搞網台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就更加早了 這個大概去到1997年的前後 我想現在距離大概十幾年 回歸前年 當時我也想著一個問題 就是回歸後 就是那個言論的自由 或者我們做新聞的 那個限制有多大呢 當時主流意見 無論是香港或是外國都是說 死硬啦 共產黨 我以後來就在一間 我經常用那個金剛圈 只要越收越緊 但是當時想不到 這個不是一個金剛褲 立刻念咒的情況 而是一個溫水煮嘩的情況 但是 譬如我們比較敏感一點 我們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大的媒體 其實那個廣告的來源 越來越掌握在這些 就是跟大陸有關的一切裏面 保防黨 一定會有限制 這個跟我們的估計完全一樣 只不過那個速度 和做的形式沒有那麼表面化 但是我們基於這個原因 我們想的問題就是 如果那個媒體本身是獨立的 就是它的財政來源不是局限 不是受制於那個廣告的來源 那麼這個媒體本身 這個評価本身 就可以做到一定的言論自由 那麼其實這個跟阿毓文 他們當時 阿毓文搞《顛教報》一樣的 就是 喂 你的報紙主要是賣子 而不是靠廣告的時候 你的言論自由的限制 應該相對沒有那麼大 那麼我們從這個思路去想的就是 我們應該自己搞一個 類似通訊社的物體 那麼當時就聚了一班人 譬如阿珊青 馮志活 那麼我們當時 去談這件事 我還提出一個意見 喂 香港的主流媒體 最重要就是電視台 那麼電視台之後 在97年之後會怎樣呢 電台之後 在97年之後又會怎樣呢 其實當時我們已經有些擔心 譬如類似在《毓民》 大班這類的言論會有問題 就是會受到限制 就是我們已經有這樣的擔心 所以我就提了一件事 喂 其實我們要想一件事 我們可不可以用民間的一個自發 民間的一個組織去申請搞電台 剛才你說的那些名字 山青 馮志活 那班沒有錢沒有成的 你聽著 跟著 當時我們做了一個資金 一個資金的申請 很奇怪地 很幸運 就是索羅斯的那個量子基金 open society 去 ilk 這個開啟 速度很快 他寫了個省性 去過他的 在買了一陣avi 自發 他們有一個護照 我們會給你的 那裡官員付付錢 那裡錢不是很大 但他給個 但很危險 你一直看到這些所謂外資的資助 在這個中共的眼中 就是靠外國資金串聯外國勢力 在香港建立反共的喉舌 我想在1989年 趙紫陽曾經在大陸 某些人都想詬略那些東西 因為當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 都在大陸有一些資助 但是我們生成員基金做了一個經驗 它不會有任何的介入 這一樣包括美國的Democrated Foundation 這些基金有很多團體可以申請 有幾個基金國際可以申請 譬如你現在羅魯啟的人權監察 都是拿美國民主基金 所以很多團體在香港可以繼續支持 譬如你以前這個基督教工藝委員會 都是靠外國教會的資助才可以保持 所以在香港有很多團體 有有有有 但在我們那個情況來說 我們基本上就完全沒有受到任何的 那你拿些錢開始做 那開頭做的做法是怎樣 以及怎樣去吸引到人去聽和去看呢 當時我自己一個看法就是 我們主要是說給外國的朋友 外國的讀者知道香港的狀況 我反而當時我不是太想做一些 即是 不是說 即是說給香港的讀者 我覺得香港已經很多人在做這件事 我們就說 不如我們做一個英文平台 令到在香港以外 即是所謂overseas海外的人 知道香港的狀況 但其實這件事跟剛才你說的 那個不是直接關係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 即是跟Wood 山青 劉志廉 他們一起做的時候 我就放了一個意見 喂 我們要申請一個 上司去申請一個電台的牌照 那阿鳳之活呢 就真的去做這件事 其實是很有趣的 即是大家談的這件事 沒有人會想著去談 即是只要吹水就只要做 本來就真的 即是有一天 就拉了一條隊上去 即是 那時候應該是 我不記得是光管局 即是嘗試去問 如果我們想申請一個電台的牌照 那他得到的結果就是 是沒有表給你填 沒有任何的姿勢給你 只是一次一次 即是他做了這件事 他問了一些不問了 是的 那他就說 他回來跟我說 喂 沒有方填的 沒有方填 沒有方填 即是你要給一個建議書 即是你要自己給一個建議書 怎麼做 對 你只可以給一個 即是一個建議書 但我的疑問就是 其實做這件事 應該有一個政府的 一個既定規則 不要說我批不批給你 我想去申請這個牌照 應該有一個既定的procedure 有張表給你填 否則就是 喂 即是連那個入門的方法 你都不知道 好了 那這件事呢 談完之後 大家就大忙了 但到了大概2000年前後 阿牙和曾健成 我們有談過這件事 當時他又找一群人 又開過那個會 我記得當時有很多人在一起 特別是一個 就是我的印象最深刻 就是專志也來了 哈哈哈哈 即是專志來到 又一頭無睡 但你只是牛做這些 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呢 接著再下去 去到大概2004年的時候 就是以前我們想的那些事情 就開始大家有一個很強的動力去做 這個差不多是賭董後 賭董後 賭董後 是2003年的時候 大家知道那時候 那時候差不多大班 阿牙和阿牙都被解僱了 去到很危險 去到2004年的時候 就是你相繼看到大班和阿牙 就在電台上 沒有一個生存的空間 商台不讓他做 已經其他電台不讓他做 那當時這件事就是 就是中快樂 去到這裏不做不行 於是在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 我想是去到2、3月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我在大陸做完 我在大陸做完 我就想回香港做 即是不想再在大陸做事 那就回了下來 但那時候你的角色是怎樣 譬如有一班人覺得去做 其實這個問題 我以為你所講 這個97過度前後 都很多醞釀很多意見 到賭董校大班 遇文在電台的角色 逐步出現這個危機 更加覺得民間要做些事 去平衡 或者尋一條出路 即是求生存 那當時你的角色是怎樣的 這個就比較有趣的 當時實際上 我都不太多參與這些示威 這些情況 但我和阿山清他們很熟 經常談這些問題 由2003年其實已經談得很緊要 差不多 我想隔一段時間 大家出來吹水 出來談 不行 狀況這樣不行 當時我們會意識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董建華的執政 如果繼續下去 香港會很大的問題 只是覺得一個很大的危機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 想想怎樣去令董建華 我記得好像在賭董期間 就是阿牛他們和其他人士都好像透過電台的頻道 已經在做一些事 是的 這個各方面各方面都做 但其實賭董的運動很早已經開始 當時我自己好像都有寫過一兩篇很短的一些文章出來給他們用 去到2004年 其實差不多在賭董的那個組織的時候 就已經成立了 我已經成立了 有一天 我在大陸回來 阿山青就打電話給我 我們要談談網台的事情 要在互聯網做一個電台 其實這個就是跟以前我們談論的事情 是一個延續 不是突然爆出來的 於是當時我下來了 第一時間就去了賭董會裡面 在會議上我也講過一點點 我講的就是 在會議上其實當時都挺悲觀 悲觀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覺得搞下去是怎樣 因為看下去那個打壓會很嚴重 但我在會議上我講了一個項目 我講了一個看法 就是說 2004年的時候 中共是不可能在香港派解放軍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中共每一年 就是需要在每一年 它有一定的一個經濟的增長 其實是跟現在一樣的 就是它的GDP的增長 就是經濟先行 不可以低於某一個水平 原因就是如果低於這個水平的話 就很多人會失業 還有社會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動盪 其實中共是不可以有出現這種情況 甚至到今天我都會維持這個觀點 如果不能出解放軍 其實就有很多事情可以搞 很多事情可以做 就是可以放心 這個點子 接著就 講完之後 他們再講一件事 就是應該是搞一個類似電台的物體 過了沒多久之後 真的落實去談 阿珊清有一天 就找了我和阿蕭先生 就在巴德山街 斯塔伯 就談過這個問題 當然談完之後 阿蕭先生就 喂 真的覺得可以做 那我們跟著呢 就做了一件什麼事呢 講你都不相信 就在欣申港那裡 開了個會 當時來的人呢 說出來今天 大家可以做一個歷史的回顧 包括什麼呢 去金峰 OK 就是正式的電子傳媒人 是的 還有另外一個 你沒想到的 就是金瑤瑜的女兒 嘩 嘩 很有誇政治界別的代表性 這些也是陳年舊事 也未必 當然還有黃岸妍 還有阿鳳之活 還有蕭先生 當時那個會 我記得是阿欣申港和李默 他們做的私房賽 後來還有一些人 我記得伊希 還有一立本 很明顯是 斗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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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香港的 你講什麼 我間通就去 我間通就去 其實當時我不是太記得你 但我有一兩次 我就撞過你 你知道 在賭董的時候 很多人 在賭董的時候 說一件事 當時很好笑 你記得 當時倒東第一次的時候 是威威勢 很厲害 那時候 有一個疑問 為什麽 五十萬人出來走完 不會再繼續做事 我記得有一個人 我忘記名字 他要求董建華 四十八小時之內 離開香港 哇 這麼厲害 趕緊 不要緊 他去北京 離開去深圳 好 最初搞了兩次 是威威 那種要求 你真是不相信 有五十萬群眾支持 多威威 比今天更厲害 比今天更厲害 當時在會上 說要搞個網台 那個過程是怎樣 我記得 除了亞洲洲漢 他不知道是什麽事 可能是在欣申港叫他來 今時說 可能各方面 有些人都找些人 有些人來的 不知道是因為開這個會 不知道是否開這個會 所以這件事要講清楚 另外盧偉力都來了 現在浸會教喜劇 又是他講了兩句 其實沒什麽實際上 吹水會都是 沒什麽動機去參加這件事 但是開完這個會之後 當時我提名黃岩賢去參加這件事 蕭先生提名我去做這件事 結果開了記者會 但是很快地 記者會說什麽 說要成立這件事 做網台 做網台 好像蘋果都有記者來的 但那時沒有申請主流媒體 沒有沒有沒有 只是純粹講網台 是的 純粹講網台 當時開了記者會 但是很快地 許甘峰和金瑤月的女兒就退出了 許甘峰的原因就是 他要參選那個立法會 另外就是 那些原因就是 因為有其他事情要做 不方便 結果剩下我們三個人 就是 馮之活 黃岩賢和我 但是呢 其實這件事之所以 搞得成 最大的動力 尤其是那個地方和那個器材 一定是蕭先生 他很早 我記得就是 我們在2004年的6月 應該是6月28日 6月開波 就到了07年的5月 你說這件事 足足兩年 就是6月28日 不知道是28日還是29日 在蕭先生那時的辦公室 那裡的士多房開 開這個網台 那地方是小到你不相信的 是 我想現在你把桌子大一點 就好像那些棺材房 不自觀材房 直接你幾個人坐進去 就是很辛苦 因為那個是士多房來的 那裡面都放在 那裡應該是剛才時有 胡露善和鄭義錫都來了 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接著我們就在 7月1號就在街道 就是2004年的7月1號 就在街道 派單張 就告訴大家有這個台 開始就是剛才時聽 大概不是太多人 那時候有些節目 我看回歷史 那時候老蕭也有個風蕭蕭節目 是呀是呀很早的 是吧 那時候有個國際自由行 港人撤港 香港出路 網路上的方輪 這個人物 不記得這個人物 我找回一些資料 那時候那個名稱就是 香港人民廣播電台 哇那個名字 好這個祖國 傾向 好像早知道我們人民力量成立 這個名字是我當的 是吧 那個原因是因為就是 那個 是香港人自己的廣播電台 因為後來有個簡稱就是人民台 或者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香港人民廣播電台 你那時候已經是 那時候是台的台長了 不是不是那時候是王岩議 那時候王岩議 那時候是台長 我就負責 我忘記做什麼了 我可能負責一些 不知道是秘書 那個時候《秘書》 那時候《秘書》也有節目 應該啊 那個時候沒有 就是人民台中《秘書》沒有節目 沒有沒有沒有 他 他是糾纏了很久 就是我們 就是 做了一陣子 他其實都可能 經常意興蘭珊 還有有少少 有少少 尋找 在想著 思索著 究竟是香港和他死過 還是退隱綱會 不過老實說 當時我已經有很多在玉文匯交網台 問題是長 那裏之前他已經和老蕭在搞小事公司的事 再早幾年 再早幾年 那時候的資金 那老蕭一部份 不是 應該這樣說 那個地方就出了 但我們記得其實最早期是在街巢 在街巢 那時候應該是萬多元 那些添置的器材 蕭先生最主要的出力就是在地方 因為當時大家想不到好像今天這個氣勢 當時我想是試水溫 試一下做 還有你很難想像跟今天那個差別 兩個世界 因為當時你講的網絡 真的下載聽到是講百多人 那時候應該民主黨已經在搞網台 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 很早做的 民主黨是最早做網台的一個政黨 然後就是公民黨 其後 我想你可能會講遲些 如果最早做應該都是香港人民國民電台 真是最早 但我不排除其他不是講政治這方面的平台 那時候有沒有一個發展的策略 或者一個將來的動態 因為香港人搞事很奇怪 香港人搞事有個習慣就是 你自己那幾個老死 一拍完就做了 做來做去都是那幾個老死 很多是這樣的 但是當時這個人民台的發展的路向 有沒有一套方針 有沒有一套計劃 就是怎麼去將這個平衡 你一早所講 咦 九七回歸後 就是這個大眾傳媒的空間越來越窄 那就是那些電視也好 電台也好 報紙也好 全部都是給那些有錢人 和那些共產黨操控一切 那人民的聲音沒有了 那你們當時做這個人民台的時候 當然你那時候不是台獎 但是有沒有一套方針 或者計劃 一定要有多種的聲音呢 我想如果說多元化 這個就自不免 因為我自己的強烈看法就是 不是說回歸後 而是說二十幾三十年 由於你的電台競爭太少 所以很多時候 那個電台節目的取向 是由最高的負責人 舉個例子譬如相當於余曾 他決定了所有那些節目的路向 有哪些人他不喜歡 他就可能在這些節目裡 都根本沒有聲音出 所以這個我想大家基本上有共識 但是說 比如說 對那個商業化的問題 或者是那個節目的具體方向 當時王源其實已經寫了 一系列的文章就放在網上 當然在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還可以進取一些 還可以做多一些 但是其實我們當時 就不是太傾向 在這個問題上面 就是辯論太多 因為這個很利索當然 每個人對這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 就像今時今日 我想做同樣的事 每個人都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們當時的做法 都是說 我們先做了這件事 就是先做了一個foundation 做一個基礎出來 有節目在這裏 我們慢慢再去看看 這個方法是怎樣 做下去之後 其實就開始會感受到一些 原來也有些人會聽的 至於這個基礎 就是從2004年開始做 到2007年那幾年的發展是怎樣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跟台長再討論一下這個問題